其實呢 現在你自己不動 那當然就請別人幫你動 所以呢 極愛讓人談 那為什麼這種 什麼紓壓管啊 還有現在都是什麼叫做什麼 養生管的名稱比較多 而且幾乎有24小時耶 是 哇 就表示一整天 都有人需要這樣子的 這個服務 對 這個社會的結構 已經變化很大 早期我們農業社會的時代的話 基本我們都晚上9點鐘就睡著 就睡覺了 那現在的工作性質已經改變了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是夜貓子 所以夜貓子在晚上工作的時候呢 也會有很多痠痛的人 當他們晚上工作到很累的時候 他們需要找一個地方 來做一個紓壓的動作 對 所以養生管這樣子 因而生那是必然的 那是必然的 所以其實老師說 為什麼現在人所謂這種痠痛啦 然後覺得自己好累的問題出現 反而是什麼 動得太少 對 動得太少 所以老師有一個想法 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 是 是 我一般的建議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人隨著年紀在增長的時候 身體的機能都會退化 那我們不太建議說 當你身體慢慢在 漸漸在老化的狀態之下 還是做一些很激烈的動作 比如說爬高山或者是跑步 像這類的運動的話 都不是適合年紀長的人在做 是 那既然不太適合 年紀長的人在做 當然我們就要做一些 比較簡易的一些方法 比如說平常我們可以做的動作 游泳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然後快走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對 那這是我們平常可以做的 那不然就是 如果自己還不太想動的話 你就可以在家裡面 利用一些減便的穴位 或者一些反射區的位置的地方 自己幫自己來做按壓的動作 對 好 所以大運動我不行對不對 但是小運動不要斷 對 就按一按對不對 好 接下來真的就是沒有藉口啦 因為看電視你都可以做的 沒錯 好 老師現在教我們的是 很重要的幾個關鍵 我們要講的第一個穴位 在我們手上的第一個穴位 對 我們稱它叫做河骨穴 河骨穴 河骨穴的位置在哪裡呢 在我們食指的掌骨側 在食指掌骨側的 終點的位置的地方 對 大概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穴非常非常的好用 它除了可以有止痛的一個 很好的效果 是 它還可以有時候可以用在止暈 止吐 是 或者止咳 這些情形 像現在秋冬季節在變化的時候 很多人不小心感冒 那一感冒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咳嗽 那一咳嗽的時候咳不停了 咳到自己胸口都很不舒服 對 當你有碰到這種情形的時候 你不妨可以利用這樣一個方法 自己掐住這個河骨穴的地方 往下朝上這樣推進去 往下還要朝上 對 推進去往下壓 然後往前推 往前下方這樣推過去 是 這樣推過去的感覺 會非常強烈的一個酸痛的感覺 那如果你咳嗽不停的時候 你按壓這個地方 讓它持續大概兩分鐘左右的時間 那個咳嗽的現象會立即就停下來 減緩 會減緩下來 好 除了這個地方之外 還有哪裡呢 來 我們第二個穴要講的是內關穴 內關穴的位置在哪裡呢 在我們的碗橫穩 鎖碗上這個橫穩的地方 往上量 三個指幅的寬度 上頭的這兩條基建 長長基建跟勞側的碗區基建 這兩條基建的中心點的地方 好 這個地方我們稱它叫做內關 我們請這個帥哥幫我們轉一下 好不好 好不好 就是這個方式 好 就是這邊我們都有 都有這個療層 很穩 這個很穩 很穩 然後三個手指頭去量那個 三個手指頭我們稱它叫兩寸 對 那就在兩寸的中間的地方 這裡有兩條曲基建 兩條曲基建 就在這兩條曲基建的中央位置的地方 我們稱它叫做內關 內關 內關它是我們手絕音心包筋上 一個非常重要的穴位 這個穴位對我們人體的心臟 有非常好的一個幫助 所以年紀在增長的時候 有些人心臟的一些症狀就會產生 譬如說像有些人有所謂的 冠狀動脈硬化 諸如此類的這種情形 對 或者有些人有所謂的心律不整 這種情形 尤其是心律不整這種情形 如果一旦發生的時候 你不妨可以趕快掐壓這個位置的地方 讓它持續兩分鐘左右的時間 你會發現兩分鐘之後 那個心律不整的情形 很快它就平復下來 好 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這看電視你都可以按好不好 好 不要有藉口說沒有動 小動一下 好嗎 好 再來咧 來 在我們講第三個穴位 是 當我們把手曲起來的時候 在我們的周昏溫頭 跟宮古上科的位置 連線的終點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一個穴道 我們稱它叫做曲池 那曲池是我們守陽明大腸經 上一個很好的穴位 那這個穴位對於女孩子來講 他們是非常喜歡 因為這個穴位 有美容的作用在 說比較大聲 這要說比較大聲 你看 曲子穴它這個穴有美容的一個功效 美容喔 掐這裡會漂亮喔 老師 也是沒事的話 自己每天按掐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掐下去的時候 也會有點痠痠痛痛的感覺 有痠 那每天就是沒事的話 就掐掐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一段時間以後呢 你的皮屋的光澤度會比較好 漂亮喔 漂亮喔 所以呢 這個地方有沒有 一定要切記 美女們要漂亮 經常按按它 沒錯 沒錯 好 再來咧 再來我們講另外一個穴位 在我們的手 手臉的後面的紋路的地方 往上 就在我們的老骨頭跟尺骨頭的交接中間 這個地方 對 這個地方有一個暗穴 之所以叫做暗穴 這個穴很好玩喔 這個穴我們稱它叫做養老 叫養老穴 那這個穴在找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讓你的手看著自己 眼睛看著你的手 眼睛看著手 眼睛看著手 然後用食指去按掐這個位置 它比較靠近我們的尺骨頭 靠近尺骨頭這個位置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壓下去也有一點痠痛 是耶 那這個穴位叫做養老 顧名思乙 這個穴位對於我們年紀在增長的時候 尤其是對於我們的視力的保健 非常的好用 也是顧眼睛就對了 對 尤其是有老花現象的 因為隨著年齡在增長的時候 人的老花是必然會發生的 對 但是你經常去掐這個位置的地方 你老花的現象 相對來講會比較吃緩 好的 我告訴你 有很多人說 唉唷 戴著老花眼睛 所以我就看著當作你老了 千萬不要讓人家看到你老了好不好 所以趕快 那竟然真的要每天按它耶 對 沒錯 老師那你說每一次大概兩分鐘以上對不對 對 那你會建議多久按一次 想到就按嗎 想到就按 我們不反對 你有空的時候就經常去掐壓這些地方 去刺激它 反正這些地方在掐壓它的時候 每次你在掐壓它的時候 它每次就會增長我們的身體的一些 器官機能的一個效果 是是是 好 我們請帥哥再把手放開一下 好 我們再把這個穴位點 讓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下 好 就這幾個點啊 其實呢 是重要關鍵喔 再反過來還有一個點 所以這個是在我們手部 你看看你就可以做的小動作對不對 好 針對手部的 那等一下聽說我們要臉層伺候啊 沒錯 我們要把床搬上來喔 好 我們來現在呢 多了一張床啦 那今天呢 其實我們講到背部的部分 其實我會發現 不僅是這種什麼養身管啊 很多 現在那種一台按摩椅有沒有 經常那個購物台啊 然後天王天后代言啊 是 為什麼要按摩椅 因為這個腳這麼平衡有沒有 對 這個地方竟然沒有辦法DIY啦 沒錯 好像都要靠著別人對不對 是是 那其實我們看一下我們請同仁轉身 其實這個背部也是學問大對不對 這個背部的學問非常的大 是 那基本上在整個背部的地方 其實這個背部的地方 有好幾條經絡走過這個地方 其中有一條非常重要的一條經絡 我們稱它叫做足太陽螳螳螫 是 它的位置呢在我們的脊椎 正中線的脊椎 旁開一吋半到三吋的 這一個位置的地方 這一條經絡我們稱它叫足太陽螳螳螫 那經絡學上我們又稱它叫做背書穴 背書穴 背書穴的意思是說 在整個背部脊椎旁開一吋半的位置的地方 人體的六臟六腑啊 在這上頭的地方都各有一個穴位 也就是說在這些穴位上 你給它做適度的一個按壓的動作 可以藉由這個神經的傳導 可以影響到整個前側的內臟的器官的機能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條經絡 所以因為它很重要 它再按起來也很舒服 所以幾乎現在很多人都會打聽 請問一台按摩椅多少錢 家裡面要真的沒有空間擺按摩椅 再不然那一台也不便宜的話 怎麼樣來省錢DIY勒 非常簡單 平常我們在家裡面 每個人要睡覺的時候一定有一張床 對 比較有點困難的地方是 背部的地方自己幫自己做 是有難度上 有難度的 那可能是夫妻之間 彼此互相做一個按壓的動作 或者是小朋友需要的話 我們專業父母親的話 也可以幫小朋友來做一個按壓 小朋友也可以 小朋友也可以反過來 孝順一下父母 因為其實聽說老之間教大家這個方法 是大人小孩都可以做的 都可以用 對 好 那我們就請老師示範 好 那在整個背部的地方 我們在按的時候 基本上會從我們的肩胛腹下緣的地方 一直到我們腰際之間的地方 對 來做按壓的動作 那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用的都是 用到我們齒側面的地方 我們的齒骨前端的這一段距離 對 前端這一段距離 也是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如果你是用一個很小的位置的地方 來按的時候 那個力量會太大 對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位置的地方 基本上我們會建議說 把這個範圍放大一點點 是 所以我們在做 可以再躺在床上 對 請被按的人躺在床上 那一般我們在家裡面的話 沒有像這樣的指壓床 有一個洞 對 沒有洞怎麼辦 那我們就請被按者把頭側一邊 好 我們帥哥示範一下 來 頭側一邊 好 你可以側一邊 那側一邊的時候 我們就坐在床眼旁邊的地方 對 然後在它脊椎 旁開的位置 一側半的地方 用剛剛我講的 齒側面的位置的地方 在兩側的地方 做一個上下的一個樓推的一個動作 老師 我看你做好像好輕鬆喔 是很輕鬆喔 這不需要用很大的力量 不費力嗎 不是很費力 真的嗎 對 真的感覺很舒服耶 很輕鬆啊 這個動作做起來非常的輕鬆 操作者也不需要用很大的 也不用很累 不需要很累 對 很輕鬆的這樣揉動它 就用這個位置 對 用我們指側面的地方 指側面的地方 然後由上往下這樣 一段一段的把它推下來 是 一直推到我們腰際之間的地方 其實帥哥你的頭應該往那邊耶 大家會看到你的表情 真的太舒服了 所以兩邊都可以這麼做 對… 現在推左側 接下來我們可以把手 放到右側的地方 也不用換邊 不用換邊 直接像同一個位置的地方 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不是很難喔 很簡單 這個方法是非常難的 手都不用出力喔 你說不出力還是有出一點力 就是那個力量用的不是很大 對 而且其實你好像有一點 用身體的力量去壓它對不對 對… 這完全是借身體的力量 施力在我們的手 手的上頭的地方 好 所以你竟然沒有給它學起來 這樣就省了很多錢了 沒錯 對不對 而且可以促進夫妻之間的感情 好 所以其實在這個背部 有的時候每天 一點點的這樣子的時間 也是我們的親密時間 你可以這樣子做這個部分 老公 你很累嗎 來 我來給你服務 服務什麼 就用我的手 來這樣子幫 老師 我要不要示範一下 老師 我也有學會 可以… 來 給我指點一下 帥哥 你今天真的賺到了 我們在做的時候 脊椎不要去壓到 就在脊椎旁開的 脊椎這條連骨不能去刺到 脊椎這條 脊椎跟這邊這條肌肉 我們稱它叫豎脊器 這條肌肉跟脊椎中間的 這個位置的地方 剛好有一條溝 就壓在這個溝的上頭的地方 好 這樣 很輕鬆嘛 對 老師我動作正確齁 沒錯 這個方法很簡單的 我也可以轉行 好 所以呢 其實簡單的 為你的家人這樣子付出 他真的會更愛你 其實包括小孩子 也可以這樣子 用點力量 來這個回饋一下 爸爸媽媽 真的很辛苦 好 等一下呢 聽說要讓大家很開心 很健康 下一段節目回來 更往下走 好不好 好 我們稍後回來了 唉唷 真的帥哥你睡著了 這樣